接下来我们就要用Google Trends来看看各个国家热搜什么话题 那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同国家他关心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第一个把焦点放到美国 一欢帮我们介绍 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F1 F1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F1的赛车赛 他其实是睽違三年在这个新加坡正式登场了 在这个月二号的时候举办 而其中这个红牛车手韦斯塔潘呢 他在排位赛其实表现有点失利哦 他最后是以这个第七名来玩赛 虽然没有办法晋级这季的这个未免机会 不过这周还是有可能就是再拼一下 可以争取这个未免世界冠军 不过他的对手叫做佩蕾斯 他其实就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了 在他在最后一圈的时候 其实有和另一名选手这个陆克莱 他两个人有在竞争就对了 好在这个佩蕾斯他在最后七 以这个七秒的差距 顺利在这一战拿下他自己生涯的第四座的冠军 对确实这个比赛非常的精彩 还成为美国的热搜话题 好接着我们要来看英国 英国这个热搜的是一个人名 他叫阿舍利凯恩是英国的前足球员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右手边的样子 看起来是眼泪相当难过 对眼眶含泪 因为他跟左边的这个女儿有很大的关系 他之前已经转型为这个实境秀的明星 不过他在一个节目中叫做明星特种部队 谁敢来挑战呢 讲到他已经过世的女儿阿泽利亚 那阿泽利亚去世的时候只有八个月大 所以这个照片就是他跟他女儿的合照啊 那因为他女儿是罹患了非常罕见的白血病 而且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诊断出来了 那后来因为女儿已经过世了嘛 但他的这个正向态度还蛮正向的 他说他要活出女儿没有办法度过的人生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要坚强的活下去 那这段这个影片大家看到之后就觉得说 哇他真的是真男人 所以为他加油打气 希望可以赶快让自己走出这个女儿离开的 对对对 所以这是英国的热搜话题 英国看完接下我们看的是日本 日本的热搜关键字是流感疫苗的接种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又到了这个流感盛行的季节 不过其实流感的一些症状 就是和新冠肺炎其实都蛮像的 因此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得到的时候会误判这样子 那日本政府他们也说了 就是说因为先前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导致说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流感在这个全球没有再流行了 人类的这个流感免疫系统也会因此降低 因此就呼吁这个日本的国人说啊 你们必须来提早接种疫苗 希望说可以在这个12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来接种 甚至有医疗院所指出说 像是患有这个慢性呼吸疾病 肾脏病跟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呢 很可能你染上流感了之后 这个症状会更加严重 他说只要你来接种这个疫苗之后 大概免疫效果可以维持在5个月左右 对你的健康也是比较有保障的 对所以不只习惯肺炎要注意这个流感也要特别小心 尤其进入到秋冬的季节 好日本的热搜关键字 好接着我们来看韩国 韩国的热搜也是一个人名叫做金玉珍 他是南韩演员 好金玉珍其实是图片右边的这一位 那左边的这一位是谁呢 其实是他的姐姐叫做金玉珍 那因为亮丽的外形受到外界关注 2014年的时候 他就有在节目中录制影片帮妹妹来打气 所以大家就说哇也太漂亮了吧 那他因为有演员梦 所以2017年由于演员的身份来进入演誉圈 还拍了一部网络剧 那这两个姐妹都有水汪汪的大演 所以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还说这个基因好强大 那最近为什么又会成为热搜呢 主要就是在韩国论坛 有网友再度贴出了两人比对的照片 就说天哪这个颜值真的太高了 所以就让金玉珍这个又窜上了 这个南韩的热搜关键字了 看完南韩接下来我们看是香港 香港一样是一个人名 他是刘强东 他是这个中国大陆知名的电商京东的创办人 不过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被一名同样是中国籍的女学生指控说他来性侵 当时候两个人在这个美国 明尼苏达州一场饭局有碰面了之后 这名女学生就指控说刘强东他尾随他回家之后就性侵得逞 而当时这个女学生他也在这个美国当地的法院提起这个诉讼 不过美国当地检察官最后是以这个罪证不足不做检控 事后女学生也是很不满 所以他其实有在提起这个民事的求偿 大概是美金五万元 那原定是在这个月的三号 他们要来再次的开庭 没有想到在开庭前 这个双方的律师就发表联合声明 说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 然后还说呢 这件事是偶发事件 只是误会而已 然后之后就没有对于他们和解的内容再多说 另外和解经的部分 他们也没有提到就对了 不过其实这样子引起就是 中国大陆跟这个香港当地不少人觉得很奇怪 因为当初这个女学生其实蛮强硬的 对他一直信誓淡淡说我绝对是不和解的 但也有一些女权团体的人认为说 其实这名女学生他最后选择来和解 应该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解脱啦 所以可能最后一种方式来结束就对了 确实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很久的时间 然后现在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也成为了香港的热搜关键字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关键字叫瑞士信贷 那英国也有这个热搜第十名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这是ABC财经的记者 他说有银行倒闭 然后他说根据消息可靠的消息来源 他就说应该是瑞士信贷 那瑞信的股价在上个月 这个暴跌了百分之二十五 而且还跌破了四瑞郎 信用违约的互换指数 更在这个9月26号到10月2号的这一周 暴涨了百分之十五 这是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的水准 所以很多人说他会不会成为雷曼兄弟的翻版呢 那还有另外一家银行叫做德意志银行 他这一年来的股价也是重挫超过四成 这个非常多 代表大家对他的信心是整个瓦解了 那信用违约的交换指数也在近期上升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用雷曼兄弟时刻 然后来形容这两间银行低迷的状况 那很多台湾人就会关心说 这会不会对于投资人有损失呢 不过这个郑奇局长张善珊受访的时候 他说这个瑞幸在台券商的规模其实不大 只有做经济 那他认为说这个目前要进一步的调查 各家的这个银行的情况 才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不过他目前看起来应该不太有影响 不过台湾大家都在搜寻 恐怕应该还是蛮多人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大家才会担心嘛 钱这种东西最敏感了 所以成为了台湾的热搜 再来看的是新加坡热搜关键字是巴西大选 有巴西川普之称的现任总统波索纳洛 他其实任期才刚结束而已 那他们这个新任总统大选在这个月2号的时候登场 那他对手就是前总统左翼派的代表鲁拉 那但是第一轮的这个投票结果开票出来之后 两个人的票数都没有超过50% 因此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要进行第二轮的投票了 但其实外媒就指出说因为这个疫情导致通货膨胀 也让巴西当地的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巴西人民他们现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们看重的是谁可以来解决这些经济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鲁拉我讲过 他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有担任过总统 那他当时为了恢复景气 其实就有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这个财政行动 结果后来他自己当到一半的时候 因为贪污就入狱了 所以他因此形象大伤 现在想要就是重新来卷土重来 可能要获得民众的信任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啦 那是这一个就是由巴西川普支撑的波索纳洛 他其实最近的这个任期内 他有针对这个低收入户给予补助金 不过民众对他也是有点不太信任 防疫吧 对就是在于他在新冠肺炎的防疫上 其实在巴西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差距才会有点接近 拉锯战 对拉锯战 所以就是月底第二次投票的结果 可能大家都蛮关注的 对我还看到波索纳洛在讲疫情的时候 他讲一句说啊就是死这么多人不然要怎么办 哇我跟他说很厉害很敢讲 对所以这个新加坡关注的议题也就是巴西的总统大选了 好后续有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带大家来掌握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